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摩天轮 摩天轮也是一个呼声很高的机关卡 摩天轮的小零件比较多 为了防止丢呢 我们给它做到一张卡上 这个白卡能拍的不清楚 这里面有很多零件 等一下我都抠下来 这个上面有三个零件 第一步我们先小心的把这些零件抠下来 注意抠的时候小心一些 避免发生损毁 尤其是中间这些零件 中间这里有个洞 牙签或者卡针 就是给它捅开 像这个位置刚才不小心的时候 撕的时候就没撕好 然后呢我就只能做的时候 给这里有瑕疵的位置朝内 这样给它贴上去 其实外观上来讲并不影响 把白色的里面的零件也抠下来 这些纸边都可以留着 到最后你装饰的时候 如果爱心不够用 就可以拿这个纸边来剪 这个零件上有个洞 这个零件上有个洞 这就是我们摩天轮的卡 需要用到的一些零件 给大家做一个成品展示 组装好以后 轻轻往上一推 这里可以转 然后这里可以卡 装饰好的摩天轮 也非常的华丽 往下一推 打开 往上一推 立起来 摩天轮上的照片呢 跟刚才一样 我们那个模板上旁边那个圆的 它就是摩天轮的一个 镂空模板 摩天轮上的照片 通过这个镂空的圆去找 如果你要贴照片的话 不贴的话也可以 好 现在开始组装 先把摩天轮 上面这三个片贴上 因为我们是做了这个 牛卡和白卡的这样一个拼色 所以呢 这里给大家设计了 三个圆 贴在 隔一个贴一个 这样一个配色 贴好以后 把中间这个白的贴上 注意中间的圆心 对着底部这个圆心 拿出这两片 给它贴一块 上面的 中间的洞 对着中间的洞 贴好 上面的洞对好洞 下面聚中就好 贴紧 拿出两脚丁 在中间 在中间 拿一个 小一点的两脚丁 两脚丁里面分大号跟小号 拿个小号吧 小号的话 这个 其实大号小号都可以 但是小号的话 在里面它转的会比较的顺利 让摩天轮的轮盘在前 支架在后 轮盘在前 支架在后 两脚丁穿过中间 后面撑开 不要捏得太紧 捏得太紧的话 转动的阻力太大 拨动一下 没问题 放一边备用 然后迪卡 从下往上折 折一下 中间 折过来 这里 再折上去 然后是这张 白色卡片 这里条折痕 折一下 折好以后 在 这个迪卡的 最前面 折的这里 这条边上 打上胶水 然后在背面看 是这样子 最前面这个头上 打了胶水 把这个卡 接上去 这里是香蕉的位置 把这个白卡 接到中间这个黑卡上 贴紧 这个折痕刚好跟下边是齐的 倒是这样折上来 然后在这里 涂上胶水 在支架上 支架这里中间有一个 浅浅的痕 这是标记 胶水不要超过这个痕就行 下面不要沾太宽 下面不要沾满 两侧各留一点 不要沾满 拖好以后 这个边对齐 下面这个线 然后往上稍微提一丢丢 左右 左右 居中 给它贴上 左右各宽一点点 下面这个线 下面这个边和这个线是对齐的 然后捏一捏给它捏紧 然后捏一捏给它捏紧 这样到时候我们往前一推 就可以把它推起来 捏紧 捏紧以后 捏紧以后 下面折上来 中间这个两脚钉 刚好从这个孔中间穿过 最后 我们把这个底卡 给它贴上 底卡贴的位置呢 贴上以后 刚好 卡到两脚钉的一半 这样防止它自己弹开 所以 底卡打胶水的时候 这里要打 这里要打 中间不能打 然后中间 要空着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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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卡顶到头顶住两脚钉的一半 卡进去这样防止它自己弹开 我们自己开的时候呢 就往下稍微推一点 就打开了 合的时候呢 稍微推给它卡住 捏紧以后 我们这个摩天轮就制作完成了 到时候固定的时候 中键 固定的时候 中键 这是它的活动区域 一定不能有胶水 或者双面胶 只固定两侧就好 前面和两侧就好 我认为这种活动区域 我们要用这种活动区域 但是我们要用这种活动区域 我们要用这种活动区域